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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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路讲 谢谢大家今天也来看我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是要带大家跟我来一趟福岛生旅游 福岛县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南部 从中京做新干县只需要一个小时半 也是日本全国第三大面积的县 因为之前来过福岛很多次 但大多数都是去观光地区的地方 而这一次是要带大家跟着我 和当地人交流 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从不同面向认识福岛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阿布农园 当天接待我们的是四代木 那农园到现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阿布农园生产蔬菜水果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多汁香甜的水蜜桃 虽然现在不是水蜜桃的季节 但是我们今天会体验采新鲜的蔬菜 还有自己做好吃又健康的午餐 那四代木跟我们说 这个房子也是当初她的母亲说 想要有个地方让大人、小孩、访客 都可以互相交流、聊天 这样心愿建造的 看着四代木满脸笑容的说这段历史 让我也觉得好感动喔 她说之前台湾有复兴辅导的活动的时候 来这里合作他们还要做成海报 我会在台湾上去研修 然后在台湾上去研修 然后看到自己的写照 哈哈哈 我给大家做了一些经验 哇他们这个农园居然有山羊耶 好可爱 走过来了 好可爱喔 那老师说采这个油菜花非常的简单 差不多到一个手掌这样的深度 然后用指尖折就可以了 哦 刚才在拔的时候呢 就感觉它那个精有之意出来 这个应该超好吃 刚才老师今天拿这一束油菜花给我 一瞬间有被求婚的感觉 除了我们刚才采的油菜花之外呢 这个菜盘也是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食材 那我们今天中午搭配的酱呢 有萝卜泥之外 还有他们这里盛产的苹果桃子酱 这种水果的特殊酱料搭配蔬菜 更可以显现出蔬菜的甜味 那除了这个北基BQ之外呢 他们还准备了其他非常多的菜色 当我们的午餐 首先是这个味噌汤 那味噌汤这个味噌呢 也是阿布农园他们这里自己做的哦 然后上一代的妈妈呢 还帮我们做了小菜 哇 看起来超好吃的 いただきます 它这个苹果桃子酱呢 是蒜味比较重的 非常非常的下饭 蔬菜超甜的 非常非常的新鲜 这一餐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很好吃 而且他们这农园的人都非常的亲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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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那我们现在来到下一站 是大野农园的贩卖店 那他们这里有卖非常多种 那个苹果 有 心膏 还有 这个 这之前去青森的时候呢 我也吃了很多 另外还有美秋 那刚才他们这里的老板有说呢 美秋呢 甜分非常高非常好吃 刚才也有其他人进来就买了两袋走 还有卖各种水果的果酱 有苹果果酱 梨子果酱 欸这个很可爱耶 很适合拿一张伴手礼 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我们现在来试试一下他的苹果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糖分全部集中在正中间这边 那切成薄片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边颜色比较深 那糖分全部集中在这里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进到温泉旅馆 换上他们的浴衣了 我每次到温泉旅馆 第一个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他们的浴衣 超开心 那这家温泉旅馆超可爱 因为他们这里是猫蹄温泉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温泉旅馆里面 就有非常多猫咪的装饰 喜欢猫的朋友们一定会喜欢这里 大家真的是太豪华了 而且每个料理的容器都好精致喔 大家看 好美喔 在这种地方都感觉出来 他们日式旅馆这种用心 而且这一次我们也有寿喜烧 我最爱吃寿喜烧了 那寿喜烧也是他们这里非常有名的 这一次呢有点小奢侈 因为还另外点了柚子酒 前菜秋刀鱼呢 它是用一点比较意识料理的调味 好各位 这个是我们的寿喜烧肉 大家看这个油脂 哇 一看就知道好吃 肥瘦交加 然后吃起来非常的软嫩 一咬下去呢 只要一碰到牙齿 它自己就会散开 很好吃 它虽然是寿喜烧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家寿喜烧的 那个调味没有到很重 你是可以直接吃到肉圆来 很鲜甜的味道 好好吃喔 这个牛很厉害 嗨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不知道大家看到我 有没有想说 整个造型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对 其实大家看到我昨天吃完晚餐之后 因为我身体不太舒服 我就先回东京 所以这一次呢 是再来工作 再来取材一次 那我们就继续开始这个行程 Go 第二天第一个行程 我们来到的是 Furu Sato Kobo Osawa Farm 和小泽爷爷和奶奶 学习做当地的乡土料理 Age Mama和豆麻酥 小泽奶奶说 他为了让这些食物传承下去 特地和前人学习做法 平常也会开设乡土料理教室 让小朋友一起试做 另外小泽爷爷也带我们 到附近的山上走走散步 还很热情的介绍了他们养的 绵羊和孔雀超酷的 真的可以感受到他们两人 对这片土地还有生活的热爱 对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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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那我们第二天的早上 要先做一下他们这里的乡土料理 他刚才有大概跟我介绍了一下 就说真的是他们这里才有的东西 超期待 因为都是我没有吃过的 好香 这是我的大豆做的味噌 对啊 对 大豆做的 好香 我只能炒一下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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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子供们都做了很多东西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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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一个台湾 台湾 我做了一个台湾 台湾也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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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最高兴 台湾 好香 非常感动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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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识一下 台湾 台湾 也很高兴 台湾 也很高兴 很高兴 台湾 很高兴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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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中间 超菱 好啊 那我们已经做完的 现在就来吃刚才做的柑土料理 那他们给我吃饭的筷子 也是他们府导这里的树骨墊山做成了筷子 好用心 好可愛喔 大家看这个爱心超可爱的 它吃起来非常非常的脆 然后呢 我觉得它的味道还蛮特别 有点像薯饼 然后外面包裹为酱汁 又有点甜甜的味道 我觉得很特别 然后来吃讲麻糬 麻糬跟味噌酱 這樣都是婆婆自己做的 她跟我說跟一般的麻糬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一定要試試看 いただきます 她的麻糬只是煎一下 可是外面的表皮超級脆 然後芝麻味真的也是甜甜的 這個很好吃耶 她的麻糬吃起來有一點點炒的味道 會讓人上癮 大家來的話可以吃吃看 她剛才有跟我說 這個好像在東京的澀谷的百貨也買得到 所以大家有計劃可以買一次吃看 超級好吃的 超級好吃的 真的超級好吃的 阿布Kuma桑桑童的自信 大家也要吃看 我覺得吃起來很清爽 沒有到我想像真的那麼甜 日本人非常多點心就是很適合配茶 接著來吃看他們的銅頭燒 它銅頭燒超厚超大的 好像漢堡喔 而且銅頭燒上面還有他們店名的印子 真的很可愛 它的鮮奶油吃起來不膩 然後搭配紅豆泥 整個吃起來的層次超豐富 我也很喜歡台灣 謝謝 我喜歡台灣 特別是野球也很喜歡 幼大館 對 幼大館的飯 真的嗎? 我覺得福島他們這裡的人 真的都超可愛的 大家知道我是台灣人 我都說他們真的很喜歡台灣 我都覺得好溫暖喔 接下來我們去了 Iwa Tzu Kouake Jinja 該神社有很多有趣的岩石 另外這裡的玉珠印 每個月都會有特別的版本 大家如果經過的話 不妨來這裡參拜一下 享受這裡寧靜的氛圍 我現在剛從那個神社出來 我覺得他們那個神主超可愛的 而且他在幫我寫玉珠印的時候 真的好用心 我應該是第一次在日本 這樣拿玉珠印 瞬間有點懂為什麼大家都會想收集 真的是有一個之後就會想收集 所以我決定我也要開始收集玉珠印 然後另外我也有買兩個玉手 我買的是夫婦圓滿的玉手 還有希望可以懷上小孩子的玉手 每次看到都會買一下 好喜歡他這個設計 回去也給文當 好啊 大家現在我們已經來到 今天的晚上住宿的地方 是八戶爸將的咖啡 今天晚上我們就不是住在一般的飯店 是住在民宿 可以隨意體驗一下日本人的生活 我之前來福島也是這樣子的體驗 真的很喜歡他們這種溫暖的感覺 所以真的很期待 現在奶奶要帶我們去看我們的房間 還有洗澡那些的地方 這一盤是奶奶說 剛才對他們農田採到香菇 說今天晚餐也要吃這個 哇 自己自足的生活 好棒喔 我在做的 麹子裡做的甘酒 好嗎? 好嗎? 好棒喔 好,很嬉 每個人真的都很親切的會跟你聊天 感覺到他們很溫暖 每次聽了都覺得很感動 好吃! 超級好吃! 很棒 吃到好吃的肉真的太辛苦 肉好好吃喔 嗯嗯嗯嗯 所以我跟Toyuk一起聊天 嗯嗯 他們家裡有養貓咪超可愛的 和我養四隻喔超多 好可愛喔 奶奶說要幫我弄成柚子棗 這個是我今天睡覺的房間 好溫馨喔 那今天完美的結束了 我們大家明天再見 再見掰掰 我也要去洗澡卸妝 準備睡覺 掰掰 大家早安 今天是最後一天 那今天一大早呢 我們要先來這裡做味噌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味噌 那也是我第一次做味噌 那我們就開始吧 一大早做味噌 真的是很local 很新鮮的體驗 親手將黃豆捏成泥 再加入米麴 每一道程序 奶奶都在旁邊指導我 陪伴我 還跟我說很多做菜的小秘訣 以及選食材的方式 真的受益良多 而且好令我驚訝 是奶奶的力氣比我大超多的 我到中間已經很累的時候 奶奶都還是非常有力氣的製作 我的味噌做好了 那剛才奶奶跟我說 這個味噌放一年的話 就是白味噌 那放兩年三年就會變成紅味噌 好期待 我第一次這樣自己做味噌 希望明年這個時候 就可以跟文當一起喝了 我的味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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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站我前往的是 白河觀之森公園體驗手打蕎麥麵 蕎麥麵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歡吃的 日本食物之一 所以真的非常期待又開心 那午餐也當然是吃自己做的蕎麥麵 現在我要來吃我自己做的蕎麥麵了 好好吃喔 它的麵體是很Q彈 吃蕎麥麵一定就要吃冷的 然後會沾它的醬 怎麼辦 跟我家附近賣的很貴的蕎麥麵 味道好香 不知道是因為自己做的關係 就覺得更好吃 大家如果來輔導的話 一定要來體驗看看 我覺得非常值得 真的很好吃 最後一站來到白河不島翁總本舖 白河不島翁總本舖 除了有詳細介紹 白河不島翁300多年的歷史之外 還可以親眼看到 小不島翁職人製作不島翁 以及各種各樣角色類型的不島翁 在商品販售店還可以體驗 繪製自己的不島翁 和購買各種造型的不島翁 相信喜歡日本小雜物的人 一定會喜歡這個點 我畫的是文當 下面寫大好 然後後面呢是 金運UP 希望我們可以賺好多好多錢 我覺得很好畫 一開始聽到畫不島翁 本來以為蠻難的 結果沒想到其實意外的 非常的簡單 那畫完不島翁之後呢 我帶大家看一下 他們店裡面有賣什麼樣的不島翁 那我會買一點點給大家之後 參加活動的時候當禮物 是什麼活動的大家就期待一下 超可愛的 大家看這個雪人不島翁 然後旁邊還有聖誕節迷路 那旁邊我覺得 這應該是萬聖節限定的 是萬聖節的鬼魂不島翁 還有這種是祝賀的時候送的不島翁 欸超可愛的 這個送人一定會很開心 最後不島翁樂園的負責人 還送了我一杯草莓熱拿鐵 說天氣冷要注意保暖 真的覺得福島人都好親切好溫暖喔 可能講到日本旅遊 大家會覺得東京、大阪、北海道 這些地方是首選 但是日本其實非常的大 值得大家探索 認識這裡的風景、美食、文化 我從第一次來福島就愛上了這個友善又有趣的土地 這次的深旅遊也對每一個點的印象很深刻 下次日本旅遊的時候 大家不妨把福島列入選項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